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刚呢我们是看到了中国的女单李雪瑞的比赛 在她之后呢还有印度的内瓦尔 另外呢韩国的名将裴燕淑也都登场亮相了 那接下来我们为您带来的这场一号场季的直播 是南斯坦达第一轮的一场比赛 这是由中国的王正明对这马来西亚的球员李宗伟 为了使您更好地欣赏今天的比赛 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 中国男子羽毛球队的前国手龚伟杰和我一起 为您带来这个时段的解说和评述 观众朋友大家好 夏宣泽知道 这场球对于王正明来说很关键 因为在先前的比赛当中王正明的发挥一直不稳定 没错 很快就被淘汰 在这一战亚锦赛结束之后呢 紧接着就是谭尤伟 王正明也是在争取自己的第三单打 比赛开始李宗伟率先发球 主裁判呢是来自斯里兰卡 发球裁判来自印度尼西亚 刚才那位杰为您做了一个介绍 证明呢这段时间呢 应该说状态的起伏是比较大的 刚刚结束的在长州进行的中国大师赛 他是第一轮就输球了 输给了日本的球员板井一将 杀上网铺 如果说今天王正明在跟你中伟的对决当中呢 王正明取胜的话 贪油杯就贪杯 王正明我觉得打肯定是打第三单打 如果他这一战输了 那就是田厚威了 还真可以这样说 双方的一开局打得都相当耐心 然后李宗伟呢 跟以往的开局不一样 他现在有一些打法是一开局就全场进攻 可今天对待王正明 他还是想的是先控制 跟着王正明的速度来打反击 反派过度一下 点 戒类球 戒类 证明呢 他的技术呢 其实是比较全面 也比较细腻的 但是呢 他的问题呢 在于他缺乏突击的这一排球 他这个杀球的绝对力量和速度 还是要差一点 都是硅 杀球的 一个推调对方的投顶区的底线 其实从王真明的面部表情可以看出 虽然这场球他跟你说我也打不在优势 其实应该有一种出击的性 从他的面部表情可以看他的压力也很大 7位 3 下选择知道 证明提出要换一个球 证明的是广东人 李中伟还是想打一打控制 开场以后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人的速度和节奏都不是很快 都是以控球调动对方为主 拉开对方的场地 其实现在就是他们在熟悉一下产地的灯光啊 还有产地是否有风向 18 好的 抓推突击 5 4 反拍挡一个圆网 然后抓推突击 现在在场上的速度还是王正明会快一些 李宗伟打得比较偏慢 所以才造成很多球大部分都是被动 李宗伟1982年10月21号出生 身高1米72体重60公斤 他祖籍是福建华语 王正明发球 接盲短球 正明把球挑起来了 一个加速 李宗伟在开军没有强攻 他也意识到 因为他们也交过很多手 他也知道王正明的整个反手能力也是很强的 他想起如果强行突破的话 也担心自己的体能 你看这两拍没起到效果 李宗伟的特点呢 他是突击爆发力好 他的变速能力很强 在头顶区呢 他这个杀对角的威胁非常大 另外呢他就是攻防两端 他非常均衡 防守呢也非常的好 反击这一派也很犀利 够对角 加了一点数了 杀 这球还是提前预判到了 王正明的一个球路 这个球啊李仲伟可以说在玩手 他还是等在了往前 抓了对方的这个球 一些球上面呢 可以说他在系弄王正明 所以王正明现在一定要有冲击力 因为李仲伟一直做一些动作 所以正明还是要把节奏 还要稍微的提一提 还有气势 对 点 放网 节外 好的 Solva A6 15分多 9 6 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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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7 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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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7 好的 好的 一般在强攻不下的情况下 对手反击是很容易得分 因为林营失去了重心 9 这球看李宗伟也是投进去突击直线 很轻松 这排球 王哲铭还是要抓住机会 想办法去赢这场球 对于自己来说也很关键 这场球关系到 后面他的自我的一个规划 反击 正手放往 哎呀 停队动作要求过高这个球 9 李宗伟的进攻对于王胜民来说 其他守得挺好 所以李宗伟现在是 他也没说把自己的速度踢得多快 就跟着跟着 找机会抓突击 尼职4 3 3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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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5 9 9 5 4 失误了 反正明德虽然他显得是控制 速度也不能放慢 这个球有一点慢 还是要在快速的情况当中去控制 这一拍啊 从李中伟整个现在的控球和步伐 也能看出他对自己的一个能力的肯定 相当自信 他相当自信 从以往的交手记录上来看 李中伟也是优势比较明显 今年的亚锦赛呢 是等于是李渔奥运会之前 最后一战的积分赛了 因为李渔奥运会的积分周期呢 就是从2015年的5月5号 到2016年的5月4号 这是李渔奥运会羽毛球项目的一个积分周期 所以在基本上在亚锦赛结束之后 那么整个羽毛球项目 奥运会的这个名单就基本产生了 对 虽然说王正明 就是因为只有成龙的名单 只能去两位 但王正明对于他来说 他一定要参加摊杯 嗯 刚才我们提到过就是李宗伟呢 他的防守能力确实是非常好的 就全面 对于李宗伟来说 这种超一流的选手 他已经没有缺点 只是说在关键分的时候 比如说碰到他以往打不过的林丹 他的内心在心理上面会不会产生变化 嗯 双方都在打控制 李宗伟 所以李宗伟啊 他不加速也是觉得他对于这场球 他很自信 嗯 控得特别的稳 如果说他在控制当中 他都不需要去杀球 就可以得分 他就会一直坚持这个打法 因为王正明对于他速度如王正明 因为王正明本来打法就相对会被动一些 他不是主动加速的 所以说对于李宗伟来说 他就慢慢打 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过了啊 正明呢他技术比较全面比较细腻啊 但是他的弱点在于他后场突击的这一排啊 嗯 还是比较就是欠缺一些力量和速度啊 所以就是李宗伟也很也很清楚 就是你打我他也不怕 而最近王正明一直在输球 对于他自己啊 在赛场上面能不能坚信自己可以赢 这个概念很重要 伊宗伟也很重要 但是他现在在带上去 能不能坚持他 你不觉得我们只要打击 这�两个车里要在带上来 但是大家可以赢上去 对于他所谓的年轻化 不如现了 我会完蛋白 突击 你不是梦在出事 这一排 他都不须 李宗伟的移动和他的整个肌肉 给人的感觉是 最近训练特别的扎实 很有力 特别的自信在场上站着 他的这个状态就是告诉王正明 随便用什么战术来突破 我还是一样能赢能控制 这个多拍我们看 李宗伟最后是回了一个滚马球 特别执行 都不杀了现在 对 一个滑板的一个调球 这个球滚网落在王正明的场地上 战球也可以体现出李宗伟 对自己的一种状态 一种表现的肯定 得分很容易啊 要有一点杀气 要叫一叫王正明 要叫一叫王正明 他争明这个性格呢 也一直是比较内敛的 带停顿的放网 这个李宗伟也是要求的比较高 在这个正手放网上 我们看这个球最后是他失误的 好球 双方的一个往前的斗法 这个球宗伟 闭了一下脚 对 他以为正明反拍会扑这一拍 所以他主动往后退了一下 结果没想到正明还是放了一个短球 跳起来 简内啊 这球正明 他觉得灯光欢迎 是一个点 判断上出现了失误 因为场上灯光是就白色的 他刚好跟球形成了一个锤子体 没看清 这球呢应该是掉在了光影里面 李宗伟打到现在为止都还没 加速 他整个就是身体的力量感非常足 练得好 能看得出来 对 王正明显得在场上还是 身体没有力 对 他正明呢是90年2月6号出生的 应该说年纪上呢比李宗伟呢要小八岁 但是在体能上现在来看好像 他没有李宗伟好 对 看不出有什么优势 看李宗伟那个脚下的步伐就显得弹力十足 对 好球 这球李宗伟也是打得有点颇大 自己比分领先自己想的是我慢慢来 那王正明这段时间呢抓分抓得还是不错的 他一直保持着 所以李宗伟也不能太慢 投一个后场 加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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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5 还是实力啊 确实有差 对手提速的时候你能不能跟上 你有沒有这个速度 如果你没有 那你就被动挨打了 对 就等于说很难赢了 你能赢的情况是前提要跟 就是速度能不能形成一致 对手提的 lett 黎宗伟把球挑起来 证明后场越起杀球 什么嘛 19-15 îteren서也觉得 他也没说话 就是面部表情也觉得很吃力 一眼三眼球 漂亮 还是示范球的调动 与中尾的据点 对 没打准球 反拍想勾一个对角 这样21比16 李宗伟是拿下了第一局的比赛 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 我们再来看双方第二局的交锋 第一局是李宗伟21比16先胜 韦杰给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 双方第一局的这个季战术 第一局 王志明和李宗伟其实战术上 没有形成一个对抗 李宗伟全场就是 打自己的 想怎么发挥呢 他就怎么发挥 只是在最后的几分他加了一点数 他就进行了一个抢攻 王志明在场上还是显得 速度上如果起不来 不能跟李宗伟在变速的时候 形成一种对抗性 王志明就很吃点 这样球就赢不了 我们看第二局 在这一分球上 郑明还是有提速 加快了自己的速度 但是呢就是说这种提速呢 有时候需要你是拿体能所保障的 然后看王志明的打法 他就不是说始终可以变速打 他打一个需要缓一下 不像李宗伟 李宗伟现在在场上 你会感觉他很有力量 精气神很足 这球李宗伟突顶区突击直线的时候 这个球应该是出了边线 再看一下 躺元王对方一推 李宗伟在突顶区突击直线 王志明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去顶 杀中路还是快 太迷鞋了 对你看它都是在抢到了前半场的拗点 他都不打推扑 对 他就是 控制里 对 对 还是说他的实力 确实是在王真明之上 自己这种跟高手打 就不能有这种失误 我们说了在亚锦赛结束之后 马上就是汤油杯的比赛 汤油杯是5月15号到5月22号 在昆山来举行 因为陈龙和林丹 这个汤杯的1、2号单打 这个肯定是已经板上定定的事 第三单王真明和田厚威 对 那么孙丹的人选 对 因为对于第三单打来说 如果说我们打到韩国的话 他们有个拳一 1、2号单打 1、2号单打 因为在福山亚运会上 对不起 在仁川亚运会上 我们在男团的时候呢 输给了韩国 其实我们就是输在三单上 对 其实第三单打太关键了 三单用的是高欢 但是呢还是跟李玄一有一定的差距 差距很大 对 就是三单的比赛呢 我们看到就是平时可能这枚棋子你始终是用不到 一般出去不是成龙拿冠军 就是林丹 还有一个李中文 这三个人始终交替着在拿冠军 其余的经常出去几轮就被淘汰 对 但是呢我们说了在团体赛里面 尤其是打到一些就是非常艰苦的 这种实力相当均衡的团体赛的时候 三单的这个重要性就能够凸显出来了 你前面可能都用不到这枚棋子 而且打第三单打必须是进攻型的选手 如果说打控制的 防不住的 因为那种压力 不是说你能控制住你内心的这种担心 对 有时候一紧张的时候呢 你这个控球方面的手感是有一些偏差的 只有杀球才是最大的保障 我们看这个节奏基本上都是在李宗伟的掌握之中 他想快就快 他想慢就慢 想怎么打怎么打 很轻松 速度上不在一个频道 接了一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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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后底线的判断赢 这是第三个 嗯 就这种球一个是看判断啊 另外一个也要看你的体能 所以我觉得可能这时候征明 我觉得在体能上可能也是有点 有点小的几点 他比李宗伟年轻 他现在的 年轻八岁呢 嗯 那宗伟是82年了 征明是90年2月16号 9 10 3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10 3 3 5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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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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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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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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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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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松伟呢 他中国大师赛他是没有参加的 在之前 把来西亚公开赛他取得冠军之后 新加坡也没打 也没参加 我觉得在这两战比赛呢 因为一战一战连得特别紧 他没参加也是为了对自己的一个调整 然后进行一个训练 还有一个 我觉得一个恢复治疗 所以他把状态调整到最好的时候 来打 亚新赛 所以我们看到呢 在体能方面应该说 李宗伟保持得还是非常好的 就在场上可以看到他的精气神特别足 对 有力 王泽民就显得 没有太好的精神状态 34 准备 李宗管现在也是做各种假动作 这个球出了底线 13 叶承万知道 叶承万知道呢 是2000年新年奥运会的时候 获得了南斯坦达的银牌 当年是印尼是阿尔比叶承万 对 输给了吉星铺 1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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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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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5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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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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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刚才是一个投顶区滑板的一个调球 但是抽了边线好像 没打主 其实也是抓到了 自己也放松了 整个精力了 也不是很集中 自己体中委就节奏翻慢 打打四番球拉掉 黄正明自己失误 这两球可以说没有形成对抗 实力还是很悬殊 闲舍了 证明刚才这个球拍的闲段 闲舍了 闲舍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是这个球飞进来 他说球飞进来了 能没进来是没有问题的 每个裁判的这个 标准不一样 不一样 其实正常来说进来了就是暂停 对 李宗伟也好像叫主裁 主裁现在也在前往到这个场地 这个球感觉好像球飞进来的时候 确实应该是对李宗伟是有影响的 对 因为他会分神 这个得把裁判长叫来 主裁判是来自斯里兰卡 现在进行现场的培训 我们看主裁判还在跟这个裁判长在这个交涉 在商讨这个问题 商讨这个问题 比赛呢因此暂停了一段时间 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将会是林丹的比赛 应该是判重发 李宗伟对王正明的比赛结束之后 将会是林丹对阵穆斯托法的比赛 然后是男双柴彪宏伟对阵日本的好手 家村剑是原田起务 接下来是女丹 王亦涵对阵这个郑庆毅 18点 怎么是李宗伟得分呢 我财队强 我财队弄错了 现在应该是17比10 对 重发 17比10 这一分要重打 18比20 8比6 8比9 8比6 3比6 2比6 8比6 9比3 5比4 4比5 3比5 3比7 5比6 6比6 6比6 6比7 好球 放网 放得不错 这球很真气 这球就李宗伟自己玩过 这球应该说曾鸣还是抓得比较紧的 这一分是不能给的 对 这个高拦度的救球 看他整个蹬地这一下非常有力量 而且你可以看到现在李宗伟整个身体的状态是非常好的 皮质很薄 这个力量应该是经常会做这种力量练习的 带停顿的放网 把球挑起来 证明这个球 这种简单失误就不应该了 没有办法 正手搓球失误嘛 这样的话呢李宗伟拿到了赛点 还是战球李宗伟打得很轻松 我觉得对于他的体能来说就用了40% 拖一个后场 证明这个身高还是有 证明1米83的一个身高 拖后场呢这个要冒点风险 打错了 平几点 打得多? 冒点 这一排太轻松了 一个掉队脚就取得了整场比赛的胜利 这样李宗伟是支了两局战胜了王正明 顺利的晋级到了下一轮的赛事当中 好的观众朋友们 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过到这里 稍微休息一下 接下来是林丹的比赛 我们稍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